我这次的项目是 其实是尝试着用一种艺术的方式 还是一贯我的兴趣 把这个个人和这个公共空间 中间某些东西给打通 因为我在这片区域里面去游走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家里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因为艺术我一贯认为是一种 可以打通一些界限的方式 所以我希望通过在晚上去临摹 在不打扰对方家庭的方式 在不打扰对方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去 把这个画完成一个临摹 然后通过临摹的方式 找到一种建立相互连接的一个可能 所以当我完成这些画以后 我会再上门去尝试借原作 然后借这个方式让他们了解这样一个艺术项目 也希望把他们家里的这样一种审美的东西 然后能够拿到一个现场 我觉得它既能有一定的跟本地的这样一种交流 我好像也能够说是通过这个方式加深我对本地的一种了解吧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这个项目最后有几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一个是比较像这个画画的过程 我发现我根本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 因为晚上在街的角落 我得比较远的距离 我不知道原作到底真的长什么样 我看不真切 再一个是这个 我是在黑暗的地方 所以颜色和形状 我也很多颜色都是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就那么用了 所以这画画完全是我平时的状态画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那最后一个有意思的是 这个在借画的过程中间 我能够 是吧 我发现他们对艺术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比方说有的家庭 他们把这幅画 他们不是真正的主人 他们真正的主人是他们的祖父已经过世了 那他们视这幅画为一种财产 所以他们不接受借或者什么之类的 甚至他们只接受一个选项就是卖 他们愿意把这个画变成一笔钱 但有家庭会觉得 借完全没有问题 他也不需要收费 因为我认可他的审美 但他觉得这幅画很珍贵 也是他曾经的一段时光 是吧 但他特地来看了一下我们的现场 发现我们是比较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他就同意了这个事情 有的家庭是他特地的来现场 他提到这幅画是关于他的记忆 他的生命中一段很重要的时光 所以他还特地来现场看了 然后发现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机构 做这个事情也很认真 有一定的态度 他这才放心地把画交给我们 但是一分钱都没有 因为他觉得我们挑这幅画 说明我们也认可他的艺术的审美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这个比较符合我期待吧 就通过艺术我们真的把这种东西给打通了 还有一家他挺忙的 就我们每次去他家里都借不到他的这幅画 就是他人都不在家 所以我们最后给他写了一封信 最后在现场我展示了实际上只能是最后这封信 他至今也没有回复 就是我们在开幕以后 当然也没有再过多去打扰他 之前去了很多次他都不在家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 我期待着能够每天有一个回复 能够跟我联系上 我觉得就通过这个项目 我希望能够借这样一种抽象的 这样一种临摹的方法 能够打通这个个人和公共之间的关系 一种一种把居民家里面 对这样一个美的这样一种态度 拿到展厅 那把展厅里面我对美的态度 跟他们分享 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这次项目中间 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 一些收获吧